上月26旅,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出席 20国集团领导人应对新冠肺炎特别分会 并发表题为《携手抗议共克时间》的重要讲话 习近平表示,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 中国政府、中国人民不畏艰险 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摆在第一位 按照坚定信心、同手共计、科学繁殖、坚准失撤的重要求 坚持全民动员、连繁连控、公开透明 打下了一场抗击疫情的人民战争 经过艰苦努力付出巨大牺牲 目前中国国内疫情防控形势持续向好 增长生活秩序加快恢复 但我们仍然丝毫不能放双警惕 当前疫情正在全球蔓延 国际社会最需要的是坚定信心、齐心协力、团结应对 携手赢得这场人类共同重大的传染性疾病的斗争 中方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愿向其他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 习近平表示,在中方最困难的时候 国际社会许多成员给予了中方真诚帮助和支持 我们会始终铭记并珍视这份友谊 习近平指出,重大传染性疾病是全人类的敌人 新冠肺炎疫情正在全球蔓延 给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带来巨大威胁 给全球公共卫生安全带来巨大挑战 习近平就会议议题提出了四点倡议 第一,坚决打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全球主席战 尽早召开二十国集团卫生部长会议 加强信息分享开展药物疫苗研发防疫合作 有效防止疫情跨境传播 携手帮助公共卫生体系薄络的发展中国家提高应对能力 我建议发起二十国集团抗议援助参议 在世卫组织支持下加强信息沟通、政策协调、行动配合 中方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愿同各国分享防控有益做法 开展药物和疫苗的联合研发 并向出现疫情扩散的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 第二,有效开展国际联防联控 中方已经建立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网上知识中心 向所有国家开放要集各国之力 共同合作加快药物、疫苗、检测等方面的科研公关 探讨建立区域公共卫生应急联络机制 第三,积极支持国际组织发挥作用 中方支持世卫组织发挥领导作用 制定科学合理防控措施 我建议二十国集团依托世卫组织 加强疫情防控信息共享 推广全面系统有效的防控智能 要发挥二十国集团沟通协调作用 适时举办全球公共卫生安全高级别会议 第四,加强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 各国应该联手 加大宏观政策对冲力度 防止世界经济陷入衰退 要实施有利有效的财政和货币政策 维护全球金融市场稳定 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 中国将加大向国际市场供应原料业 生活必需品、防疫物资等产品 要保护弱势群体 保占人民基本生活 中国将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 和稳健的货币政策 坚定不移扩大改革开放 放空市场准入 持续优化营商环境 积极扩大进口 扩大对外投资 为世界经济稳定做出贡献 习近平呼吁 20国集团成员采取共同举措 减免关税取消壁垒 畅通贸易 发出优利信号 提振世界经济复苏士气 制定20国集团行动计划 并就抗议宏观政策协调 及时做出 必要的机制性沟通和安排 习近平最后强调 支持关键时刻 我们应该直面挑战 迅速行动 我坚信 只要我们同舟共计 手腕相助 就一定能够彻底的战胜疫情 迎来人类发展更加美好的明天 今年20国集团主席国 沙特国王沙勒曼主持分会 20国集团成员和嘉宾国领导人 以及世界卫生组织 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负责任与会 各方在发言中均认为 新冠肺炎疫情正在世界范围快速蔓延 不仅严重危害世界公共卫生安全 还对全球经济金融政治产生巨大负面影响 面对这一群人类的共同危机 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独善其身 国际社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团结和合作 因迅速采取协调 有利行动 有效切断疫情传播 加强药品和疫苗研发等科研合作 加大对患者救治力度 有利维护民众生命安全与身体健康 要采取有效的财政和货币政策 保障全球供应链安全稳定 维护全球金融稳定 促进世界经济尽快复苏 全力降低疫情对经济社会造成的损害 各方支持世卫组织发挥领导作用 承诺帮助发展中国家和落实群体 提高应对能力 这次分会没有了合影环节 也没有欢迎晚宴 当然也不再有双边会晤 关键是和世界上最强大的这些国家 开了一次跨越全球的视频分会 这也是没办法的办法 加拿大总理巴西总统等还在隔离中 现在的疫情形势 也不允许大家面对面坐下来 视频分会正当其事 一句话 这次G20视频分会 是一个在非常时期 一群非常人物 用一种非常方式 开的一场非常重要的分会 一个多钟头开完 效率相当高 但给世界带来的影响 却将相当长远 是个非同寻常的观点 B.G20史上第一次视频分会 当然如果大家看过大片 2012就知道 上一次全球大国领导人视频会议 还要追溯到2012年 当时人们可能万万没想到 2020年这样的分会 真的就这么开了 都是墨率危机 世界就是这么充满变数 艺术来源于生活 一切仿佛就在昨天 二一把就拿出了五万亿美元 疫情冲击 世界停摆 航空公司在哭泣 美国股市历史上五次垄断 四次就发生在最近几天 牛市都变成了熊市 怎么办 这次分会承诺 竭尽说能 作为具体举措 一把就拿出了五万亿美元 要知道 上次国际金融危机时 总数才1.1万亿美元 十年过去了 炒票必须翻跟头了 这应该也是人类有史以来 最大规模的经济吃鸡计划了 上 各国战时犯下争吵 说实话 各国领导人有亲密好友 也有附身嫌弃 反正俄罗斯和沙特 正在进行石油战 土耳其和俄罗斯还在战争 争刀争强杆 美国政要对中国 更是各种拖沾水 但现在病毒才是最主要敌人 互相指责 只会让局势更加糟糕 从最后声明看 政治家还是政治家 至少在这次分会上 展现了克制 表达了合作 是 也不是说就没有博弈 不说别的 就说电话外交 要知道分会前 特朗普给安倍和文在寅 等打的电话 中国领导人 更是和普京默克尔 马克龙 约翰逊 等很多G20领导人通的电话 领导人讲话中 还有这么一句呼吁 减免关税 取消壁垒 畅通贸易 针对的是什么 外交无小事 这些细节 你可以细细体会 二 公道 自在人心 根据西方媒体披露 此前的西方七国外展视频会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 一定要筛入所谓武汉肺炎 遭到其他国家断断拒绝 最后七国声明都没发成 这次G20也不可能有类似的运势 原因很简单 公道 自在人心 美国甩锅的小动作不仅有种族主义之嫌 更违背了国际道义和常识 怎么可能被其他国家接手 六 中国发挥重要引领作用 中国领导人分会上的重要讲话 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结合中国抗击疫情实践经验 发挥重要引领作用 这其实从世界各国领导人纷纷打来电话 特别感谢中国提供医疗物资 分享抗疫经验等 就可见一般 对中国来说这是危机 但危机危机 危中也有机 还有丹丹 七 真要看到其中的机遇 中国领导人的发言中有这么一句话 中国将加大力度向国际市场供应原料药 生活必需品 反应物资等产品 这也是中国的强项 中国腾出手来 世界工厂产能发动起来 确实不一般 这句话中还有一个关键词 原料药 具体是什么 我也不大清楚 但对中国医药产业 对中医来说 这可能真是一个里程碑性质的事件 八 日本也大叔了一口气 安倍现在最关心的 一是疫情 二是奥运 如果东京2020奥运彻底取消 日本损失 无法估量 这是分会给日本吃了一颗电信网 声明明确 中重奥运会调整 至不枉于2021年夏季举行的决定 并且战胜日本决心完成举办东京奥运会和常奥会 一次象征人类的坚人不拔 现在这是全世界大国的共同承诺了 日本你旋的心放一放吧 九肯定还会有下一次特别分会 G20分会诞生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 第一次在华盛顿 第二次在伦敦 第三次在匹之堡 短短一年内开了三次 这次疫情比上次金融危机还要鲜猛 一次分会是不够的 肯定还会开第二次 分会声明也说了 我们愿根据形式需要再次召集会议 反正分会地点就在晚上 开起来也方便 时分会创新真的很有必要 一万G20分会必须提前几个月准备 各种分路演练 领导人舟车劳顿 尊道国压力山大 现代社会完全可以现代科技解决 这次视频分会当然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但也探索了一条重大的国际会议的新路 高效快捷 领导人也审理 老百姓还少受干扰 希望以后的类似分会该开的必须开 但有些也可与时俱进多学习学习 直播下来 心里边的灵痘